我今天特別興奮 因為我不好意思講 但是我是第一次來到台北市動物園 所以剛剛除了去看石虎以外 我也特別去看了一個很珍貴的 在台灣的動物包含磚山甲 成為我們跟國際交流的 也是一個非常珍貴的台灣的原生物種 當然還有我們的羚羊 那今年的羚羊特別紅 免不了我也要來跟他加油一下 除了他性情溫馴 善於奔跑 嗅覺敏銳之外 重點也是剛剛在巴黎的奧運 拿到金牌 那動物園很用心 特別幫動物園裡面的羚羊們 準備了一個冰磚的紅蘿蔔 掛在那裡 那我剛去的時候羚羊還沒發現這個寶 可能現在已經吃掉了 我想今天除了看動物園的羚羊 同時也要恭喜我們羽球界 台灣的驕傲的羚羊 講到了貓科動物就一定要提到 全國最知名的貓派代表 也就是我們的副總統蕭美琴 掌聲歡迎我們的副總統蕭美琴上台 為我們說幾句話 掌聲歡迎副總統 今天主辦單位三立電視的高總經理 還有台北市動物園成員長 陳副市長 林副市長 那印度代表 葉達夫代表 日本交流協會的村本部長 以及所有的地方政府代表 以及支持這項活動的企業界朋友 所有愛貓的好朋友們 以及保育界的先進 大家早安 非常榮幸今天能夠出席三立電視 亞洲貓科大復興的紀錄片首映會 那我今天特別興奮 因為我不好意思講 但是我是第一次來到台北市動物園 那這個很謝謝林副市長 有特別邀請 以後希望有機會 可以再認識更多貓科以外的動物 但是也因為這樣 我今天特別提早一點來 因為想要親眼看到 我們台灣最受保育的我們的石虎 那這些可愛的石虎 透過我們整個動物園團隊 大家共同的關懷 以及跟國際的專業人士 大家共同的努力合作 更成為一個台灣保育的象徵 那這個保育更需要 我們所有的台灣人民 能夠用不同的角度 來體會我們的生態 來體會我們這座美麗的島嶼 賦予每一個生命的重要意涵 那在這邊要特別謝謝 每一個對我們動物生態 有所貢獻的所有的專家先進 那在全球暖化以及氣候變遷的當下 動物棲息地的維護 更是現在地球上的一個重要課題 那今天除了紀錄片的首映之外呢 也更是國際貓咪日 所以今天日子選得很好 那大家除了善待自己家裡的貓咪 繼續當貓奴之外 包括我在內 更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關心野生貓咳 與大自然共同生存的生命故事 那所以剛剛除了去看石虎以外呢 我也特別去看了一個很珍貴的 在台灣的動物包含磚山甲 成為我們跟國際交流的 也是一個非常珍貴的台灣的原生物種 那當然還有我們的羚羊 那今年的羚羊特別紅喔 免不了我也要來跟她加油一下 除了她性情溫馴 善於奔跑 嗅覺敏銳之外 重點呢也是剛剛在巴黎的奧運 拿到金牌 那動物園很用心 特別幫動物園裡面的羚羊們 準備了一個冰磚的紅蘿蔔 掛在那裡 那我剛去的時候 羚羊還沒發現這個寶 可能現在已經吃掉了 那我想今天除了看動物園的羚羊 同時也要恭喜我們羽球界 台灣的驕傲的羚羊 亞洲貓科大復興的紀錄片 是三粒電視特別從台灣出發 跨越整個亞洲 我們剛剛聽到印度代表 特別介紹在印度 寶玉 老虎 還有獅子的用心 那我們這個團隊深入印度 馬來西亞還有日本 將三大亞洲野生貓科的主題 包含印度虎的重生 台灣的雲豹與石虎 解密日本山貓等 富裕的故事都呈現出來 拍攝各國如何富裕 以及面對環境保育 以及經濟發展共存的相關課題 那也希望透過這一系列的影片 與國際交流的過程當中 將台灣身為世界公民的一員 希望積極參與 國際的生態保育 以及野生動物保育的努力 這樣的一個形象 有效的向國際社會傳達 我們在國際參與的時候 常常提到台灣 can help 那我們今天也看到 Wild cats can help 的這個精神 那這個紀錄片在看的過程裡面 我當然也想到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 為動物保育做什麼樣的貢獻 以前在立法院裡面 其實動物保護法的提案 的不同的版本 可以說是各個議題裡面 各委員最積極參與的 那我相信台灣各界 對於動保的想法 以及對於動保的承諾和使命感 也不斷的在提升 但是我們所有的努力 都需要以知識作為基礎 所以我剛剛特別也謝謝 三立的團隊 那除了我們每天看到的 時事性的新聞 那能夠更深入的 而且是花很多的資源 超過兩年的時間 能夠提出更多 完整的知識性的影片 讓我們所有的國人 以及國際社會 能夠更深度的來了解 當今世界所面臨的重要議題 那更是台灣人 在繼續守護這美麗島嶼 以及生態多樣性的過程當中 需要的基本知識 每一天都在學習 那我相信這個紀錄片 也是給我們每個人 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 讓我們懂得 每一個生命都是奇蹟 每一個生命也都值得被尊重 而我們每一個人 也都有責任來保護這些生命 那再一次感謝 所有民間業界的先進們的支持 以及非常用心的三立電視台團隊 願意投入這麼多的資源 時間和心力 讓人類和動物的生命權 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那也要特別恭喜製作團隊 能夠獲得這麼多 國際紀錄片影展的肯定 那也透過網路無國界的力量 讓台灣的故事 以及台灣對保育的用心 讓更多國際的友人能夠看到 讓台灣可以對世界的保育 也有所貢獻 那今天我剛有講到 今天也是國際貓咪日 同時也是父親節 那我是獅子座 我也是貓科 那希望天底下所有的貓奴們 也都要繼續為自己家裡面的貓 小孩 貢獻罐頭還有好吃的東西 但是也要祝福所有的爸爸們 不管你是照顧貓 或是照顧自己的小孩 大家父親節快樂 謝謝 我看見ognito 我打算了 有個好多人